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講一下疫情 我想特首被中央訓示了之後 那個態度不同了 等同前兩年黑暴最厲害的時候 社會運動事件最厲害的時候 他的精神面貌就很差 當完結之後 人們就意氣風發 早前他也很意氣風發 今時已經被人教訓了之後 是有些頭疼疼 但是都有點不服氣 不服氣就是說 人家紀律部隊做得這麼出色的時候 他就覺得不是未宜 另外有些事情很奇形怪狀 無端端又整個警報系統 會不會做到好像風火氣豬喉 一個這麼不重要的訊息 用這個這麼奇特的事情去公佈 第二 那個醫生那邊 有個人訪問就是哭 我覺得 我不是說他哭不對 而是哭是 誰說不需要別人幫忙的 是醫院的高層 或者他人的工會 他就說我們香港人搞得行 到今時今日搞不行 像那些小朋友一樣 在那裡哭 我覺得 我覺得是很可悲 別人伸手來幫你 幫你的時候 你又要搞這麼多事情 又怕那些勞工走出去 又要 不用這個特別的法案 讓他們可以有身份去來 驗收那些東西 又不用一些特別的程序 現在說的是 打仗級的 級別的東西 你還要走去走程序 還要找看合不合法 是否有點而那過呢 我也不知道他半夜睡覺 會不會安心 就是千幾二千人去找他 是很離譜 就是 罵又罵過 說又說過 現在根本 是亂了 亂了 亂了都 沒有辦法 你說去公布 去登記那個數字 很有趣 香港人其實 是絕對自私的 不會盡公民責任 染了疫 沒有好處的 他怎麼會去報 無端端 一會兒 染了疫 報了 被你抓去隔離營 他又在那裡吵圈巴閉 與其這樣不如不報 因為是說的是自律 香港人是不自律的 香港人是喜歡貪小便宜 香港人的質素是否這麼高 我不相信 以前是講大了 這次你看到 有些人染了疫 因為政見不同的 特地走去不同的食肆 留下口水鼻涕 周圍抹 這些是什麼人 我覺得是連人都不配去做 政見不同 不可以這樣 你都要去顧及其他人 一個這麼自私的人 你說什麼民主自由 根本連人都不配做 那你期望香港人 自動自覺去申報 去怎樣做 然後又有紀律部隊 又有申報 食環又有申報 那政出多門究竟是怎樣 講到你根本就是權鬥不得之了 政府是面臨一個失控 沒有統籌 那你走出來就很硬正 又在那裡邀功 又說什麼 那我覺得如果是真真正正 為香港好的 將你的權力下放給 懂得做的人 不要再擁抱著 來做 躲在一二邊 反而令到整件事會好些 今天想講的疫情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